Lin淑于2015年宣布结婚后至今育有两子 今年5月时惊喜公布自己怀上第三胎的好消息 23日他与老公举行性别揭晓派对 连小一直很想要女儿的他一走破气球 发现第三胎还是儿子 当林淑于瞬间摊坐在地上大哭 活动结束后他也发文表示 人生真的太难了 今天需要好好冷静一下 明天再来好好分享心情 24日他透过IG表示 自己早上帮小孩准备好早餐 送出门后坐在沙发上 发呆很久真的太冲击了 也知道很多人陪他一起哭 自己目前也不太敢看讯息 不过他也表示很谢谢大家来给三宝 大大的祝福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相信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爱 这种真正的关系 在你身边有个人帮助 我这么快忘记是 我有个人帮助 我自己也认为